这两天,福建三名清流县的上万亩花生喜货丰收 村民们趁着情好天气抓紧抢收 花生地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在清流县赖方镇赖安村的花生地里 村民们忙着采摘晾晒花生 老金铃效应还可以,你看 金铃的话结果都还行 都是蛮饱满的,做成不做 一些农户还运用传统工艺 加工采收来的新鲜花生 先把地里采挖回来的花生清洗三四遍 然后加入盐、茴香等配料 放入农家大铁锅中蒸煮约20分钟 最后制作成各种口味的烤花生 到业底开始销售市场 已经大概20天左右吧 现在的生活条件也就比较改善了 比较好一点了 近年来,清流县扩大花生种植规模 优化花生产业结构 引进花生精深加工企业并成立合作社 对合作社成员开展培训技术指导 提升花生品质 今年,清流县花生种植面积达1.31万亩 预计产量将达4000吨左右 全镇一半以上的百姓 可以从中得到收益